大家好,之前我们实现了自定相机的拍照 那我们这一刻就把之前相机可以拍照的照片收集起来 就是说制定自己的相册 那我们这一刻来看一下这个相册 我们如何去实践 好,相册呢 首先它自己有一个固定的目录 目录下就是一些图片文件 那我们根据自己的需求呢 就是通过这个目录指定去找到文件 去读写删除并保存 然后我们就可以实现这个文件的预览 那实现的方式就是说第一步保存图片到SD卡 然后了解IO流的读写 我们实现的方式就是通过这个Fail Autopost Stream 和这个Buffer的Autopost Stream 这两个完成数据的保存和转移 并通过什么呢 BetaMap进行一个压缩 就是说你个图片拍照太大了 你这个读写流肯定会很慢 所以说这时候我们加缩一下 然后第二步就通过保存时指定路径去获取文件列表 让将图片列表展示出来 这样的话就是这个相册一个功能基本就完成了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相册基本都有一个删除和清空相册的功能 所以说我们就是还有增加一个删除 好,那我们就通过代码来看一下我们说这三条如何去实现 好,这是这个主界面 主界面当中这个拍照是一个功能 那个相册又是一个功能 那我们这一块点击的时候 我们就是说把这个单开一个界面 就是说这个点击Button我们再单独跳转 当然这个跳转就是我们的画廊 就是我们的相册吧 相册界面 是Gallery 好,来到Gallery之后 我们这一块定义的是一个图片 我们先用这个Gallery的View来展示 好,那我们既然用了Gallery的View 那我们是不是要在这边帮大家初始画一下 好,初始画这个空间 我们就可以给它设置内容 好,我们放到View白地完成 好,这个这块要展示图片 那我们这个之前这个拍照图片啊 保存没保存呢 我们来看一下啊 好,这只是一个界面显示吧 是不是 那我们先不显示界面 现在我们怎么样呢 我们先单开一个方法 这个方法叫C5SD Card 好,叫SD Card 然后我们要传的参数是一个Bet书组吧 好 把这个Bet书组 首先这个Bet书组啊 这一块我们得需要定义一个这个路径 那这个路径 我这里给大家写个公寓类里面 写了这个Gallery路径 就是这一块是SD Card路径吧 然后底下有个美图秀秀的这个文件夹 好 那说到这个文件夹呢 那我们就在这一块就得 先把它定义一下 这个文件夹Fail Fail 好 文件夹 文件夹呢 我就DIR 啊 拥一下 这个时候我们就叫Configure Utils 然后路径吧 这是文件夹吧 我们判断一下这个文件夹是不是在 如果它不在的话 我们这个时候是不是要给它创建一下 是叫make吧 makeDIR 好 就是创建 好 紧接着呢 我们是不是要开始用我们的流转成图片文件 那这个图面文件我们起个名字叫PictureName Name 好 那么我们就用这个时间吧 System System.CurrentMuse TimeMuse 再加上什么呢 再加上.goopg吧 是吧 好 那我们既然用到这一步了 那我们现在是运用这个PictureFail PictureFail PictureFail 这个文件 首先这一块是它的一个目录吧 然后这一块是它的一个Name 是叫PictureName 好 这个写好之后 那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要把这个字节流转成一张图片 这个转图片之前我给大家说的这个方式 是不是Function.decodeBetError 里面用的是我们这个片语量 还有Bet数组的长度吧 好 那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要定义这个Fail OutStream 来进行一个转码呀 是吧 转码 把这个PSC文件给放进来吧 转成一个缓冲流吧 好 这一块我们加上tri-catch 加上tri-catch 干脆把这一块全拉进来吧 好 好 拉完之后 那我们紧接着要new一个什么呢 buffer吧 缓冲流吧 缓冲流 缓冲流我们要用到的是这个fail文件 好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把图片进行一个压缩 压缩的格式就是有勾并剂 然后百分比要压缩70%吧 比如说 然后这块用的就是我们这个buffer 好 这一定要记得用完了及时的清理 并且 点什么呢 close吧 还有一个什么呢 叫buffer buffer点也是一样吧 要用完了及时给它关掉 好 我们这个异常呢 我们统一给破坏一下吧 好 这就完成了吧 完成好之后 那我们在这里打个吐司吧 提示一下 我们就知道它成功了 好 保存成功 好 保存成功 这是我们这个文件的保存 拍照完成之后 我们及时把这个数据保存起来 好 保存好之后 那我们紧接着要在这用吧 好 是不是在这用 这个是不是这个文件 我们先把这个文件找到吧 这个文件叫什么呢 我那边叫的是configure吧 configure点 它吧 然后 用到这个文件之后 那我们紧接着是不是从这个fills里面去 得到文件的列表呀 这是 列表文件列表 好 得到这个文件列表之后 那我们这个时候 是不是要给这个示威器设置上 我这位定义了一个示威器 好 定义好示威器之后 那我们紧接着就要 把这个文件给它放进去 然后我们用gridwell 是不是set一下 setadapt吧 好 设置好之后 那我们这个相册 是不是即便保存和展示就结束了 还有一个功能就是删除 删除的话 那我们等一下再说 我们先把基本的这个完成了 再说 那好 那我们运行一下 看一下 说到这 是不是没有完成 什么没有完成 权限吧 是不是 读写权限 读写sd卡 你是不是得加权限 才行 是吧 读写权限 是不是一个叫 写的话叫 ret吧 ret 好 那读呢 读呢 读是不是叫 read 然后删除的话 这个时候叫什么呢 mount吧 好 按mont 好 这权限加了 这个时候你再运行 看看 好 这个时候你再运行 试一下 好 这个时候我们 应用已经安装了吧 好 我们安装 打开 拍照 好 拍照 好 保存成功吧 保存成功 那我们来到相册界面 好 有了吧 我们再拍一张 再拍一张 好 保存成功 那我们再来相册看一下 好 这时候有两张了 两张之后 那我们这个时候 我们来再看删除 这个删除功能 删除功能 教大家一个简单的一个办法吧 第二 你这是不是要set on item 是不是点击条目啊 对吧 点击条目 条目的点击行为 那好 这时候我们弹出一个delog提示一下 这时候我不小心点了 你也不能说 呃 我长按吧 这时候我用长按吧 因为你这个 因为不小心碰一下 呃 啊 啊 爱特末 爱特末了 是不是 点击每个条目的 长时间点击行为 啊 那这个点击行为 那我们定义一个什么 定义一个delog吧 对 delog就 alert alert delog 第二 bill的 叫bill的 bill的吧 好 这个时候 我们new一个alert 然后这位要的是一个上下文吧 上下 上下文 好 那这个时候 我们是不是要给他设置一些 呃 message吧 就比如说 我提示一下 确定要删 扑 吗 问号 是吧 好 然后bill的点 set 什么呢 set 我们得叫pose 这是 ok 然后 点 set on click 这是确定的 那我们再来一个取消的 有确定 肯定也有取消吧 set in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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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块叫 cancel吧 cancel 就是取消的意思 然后这边有个new onclick 好 这一块是取消 那我们这一块build 就让它 show一下 诶 展示出来吧 好吧 然后我既然是这个ok的话 ok 那ok了 我们是不是要执行删除啊 是吧 执行删除 执行删除 那好 记得执行删除 这个文 操作怎么办 这个时候你从这个目录 从这个文件目录当中去取到这张图片 这个图片是几难来的 是不是这个position吗 我给改个标记名 叫position 是不是 position 就是我们要删除的文件 文件吧 就是我们要删除文件 这要 也要加个final吧 这也是要 好 两个同时加上final 那这时候我们判断一下 如果说这个file点 存在 那存在的话 我们是不是要把这个文件给 delay了 delay了之后 那我们这个时候 是不是要刷新设备器 刷新设备器吧 我们 就是说 把这个定义到这 然后定义成全局 然后我们在这个设备器里面 再去给它 把这个列表给它set一下 set 那这边加设备器 加个notify 好 那这个设置好之后 那我们来到这 来到这 我们判断这个适配器 如果 如果删除完之后 如果这个适配器 不等于 那 那我们怎么办呢 是不是要 点 set set file set file file 是不是要从这边 要重新获取一次 因为这个列表 这时候 已经变化了吧 是不是 已经变化了 那我们干脆把这个方法 给它封装一下 是不是 封装起来 封装起来 好 这一块叫 获取 获取 获取文件吧 好 我们这一块得到的是一个文件数组吧 那我们得到是个文件数组 那我们这一块就给它return 好 得到的是文件数组 那我们 就是把它直接放到这吧 就ok了 不行 因为这个下面会用到这个 然后 那我们就 给这个文件 添加一个数组 好 添加好之后 那我们同样的 这一块再来获取一次 再来获取一次 好 再获取一次之后 那我们把这个给它放这 这样就ok了 这就刷新了吧 因为这个时候列表重新换一次 它肯定就变了 变了之后 我们set set一下 这nodefi 一更新 这列表就更新了吧 更新了之后 那我就完成了 好 取消 取消我们相当于啥都不干 啥都不干 那这块就直接传个闹 是吧 这就ok了吧 好 那我们再来运行一下 运行一下 这是删除吧 好 全线我们也配了 是吧 然后这边也设置了 那我们直接运行 看一下 好 运行 向侧 然后长按 好 确定要删除吗 cancel 如果啥都不干 那我们ok一下 好 没了吧 再长按 好 ok 没了吧 好 我们再实验一下 拍照 拍照 好 保存成功 那我们来到相册 好 再长按 确定 好 这时候就删除了吧 但这个删除 我们这个功能就也就这样实现了 好 这一刻我们回顾一下 这个其实讲的这个内容啊 也不算太难 大家主要是实验下 应该都能实现 是吧 那好 那个相册 我们这个就讲在这里 下一刻开始 我们就开始讲这个图片的这个多点触控 好 这一刻就讲到这里